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5号 星期三 川普他很聪明 突然打六四牌 他之前本来说中国病毒不提了 对不对 然后还鼓励亚裔 要保护亚裔 然后这两天突然干什么的 把六四打出来了 这个他还真聪明 他就是这种神经刀 你知道吗 总有那种神来之笔 他突然玩一个这个 中国政府那边一下子懵了 不知道如何应对 因为六四这个事不好炒作 因为六四 其实很多年是我们的一个 不愿提及的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就忘了这件事 咱们不提就最好 以至于很多90后和00后 实际上对六四到底怎么回事 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80后可能还有点印象 90后00后 什么是六四 根本弄不清楚 对不对 现在美国的前助理检察官 安德鲁麦卡锡 3月23号 他发推 在推特上发推 说中国到现在还声称 说六四的时候 天安门广场的屠杀 就只杀死了几百人 他说为什么有人会相信 中国公开的感染的人数 说六四到现在30年了 还不能够就是说平反 还不能说实话 还在说假的 对不对 跟就是说的死亡人数 跟真实的死亡人数 根本对不上 他说你就说30年了 说了30年谎话了 现在中国说 中国确准了8万多 死了3000多 说你们为什么会相信 对吧 连30年前的事都不能说实话 怎么会把现在刚刚发生的事 说实话 然后川普就转发了这条推文 然后中国的这些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 耿爽 张立坚一下都懵了 你看六四 这个话题不好说 六四这事怎么说 这是个他这非常的棘手 突然一下子懵了之后 有点束手无策 不得不承认 川普真的是非常聪明 突然把六四牌打出来了 中国政府如果根据跟六四 跟川普去斗嘴 就会引起很多 这些90后00后的小粉红们的重视 就会去就是说去研究六四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他们可能才意识到 中国还发生过这事 是不是 现在不理川普又拿这个 挠你的痒痒 这老头真的是还是非常聪明 他很知道怎么 就是四两拨千斤 是吧 你中国你花了这么多钱 养了这么多人 在这逗 老头自己一个人拿个手机 弄个推特 逗得你们是团团转 好吧 这些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